果開黃綠色的木瓜裡頭的果肉 呈現成熟的橘紅色 吃起來口感獨特 甜度破表 雲林林內香盛產木瓜 不過受到8月份 連續降雨的影響 產量銳減 價格則創下17年來的新高 在無風太的前面時下 在批發價每公斤達到150塊 在我例子我丟人 十幾十七年的總幹事來 是最好的錢 和去年同期相比 木瓜的批發價每公斤30元 現在每公斤買到120元 價格漲了4倍 零售價一顆破200元 對水果攤商來說 成本太高 乾脆不賣 金木瓜嗎 沒有 六個不金嗎 差不多泡河的 有錢 因為錢穿太高 雲林的木瓜產量大減三分之一 林內香只剩下30多位果農 種植產出木瓜 量少加高 還有飲料店的業者 也乾脆選擇停賣木瓜的賣 這一陣子 木瓜採收的很少 上個月那個 下雨下的也太嚴重 是是是 釣光了 時間上可能還要再 等到差不多下雨下的才行 雖然木瓜收成不佳 但是甜度和口感 還是維持一定的水準 林內香農會預估 木瓜會持續高價 大約要兩三個月後 價格才會恢復穩定